指揮官好 有媒體斷聽說你會出馬角逐台北市長 但是有評論卻說你會利用解封跟防疫成果來 墊高自己成全的聲量 你同意這樣子的看法嗎 不同意 好年代 會長好想請教一下 因為現在邊境會從這個商務科開始鬆綁 那未來如果真的是解封 可我們可以出過旅遊的話 那部長自己有最想要去哪一些國家嗎 這些國家當中有沒有一些優先順序的排序 謝謝 這段時間協助我們 贈送我們疫苗相關的國家 都是我非常想要去的地方 應該有一個感恩之旅 謝謝部長 兩個問題想要請教 第一題想要請教說 經濟部長王美花有提到說 商務課只要出去證明或是受到邀請 就可以到外館申請簽證來臺 想問一下說有沒有一些相關的細節 可以先透露 然後第二題是想要請教說 國內疫情連續好幾天都是個位數 那今天是只有兩例 想要問一下部長昨天有提到說 口罩的政策有可能會鬆綁 那如果要先開放的話 會放寬哪一些場域不用戴口罩 謝謝 如果大家來看這段時間當然有很多的細節 需要討論 那不過 如果戴口罩 其實我最想開的是運動 那不過一切都有細節相關的要整體的考慮 來並你的公告 然後 第一個問題 商務課細節可以先透露嗎 相關的 我們是這樣的一個大方向跟原則 那是商務礦的入境的一些相關的必要性跟程序 那都由經濟部來主責